欢迎收看今天的用心顾健康 我是主播徐敏华 一开始带您关心 这礼拜已经进入了24节气中的盲重 那这也代表夏天来了 中医师就特别提醒民众 这时候可以晚睡早起 睡应骤肠夜短的季节特征 另外平时也可以多吃红色的食物 来避免流汗过多 或者是气血不足的状况 正式进入24节气中盲重 也就是肾下展开 中医师也请民众特别注意养生方法 热开始会多流汗出去 虽然湿气有跟着排出去一点 但是也因为我们会吃了很多的什么 含湿气重的食物 比如说像那个西瓜哈密瓜 吃得太凉了 那这个时候可以吃一点什么 也可以有一点姜 提醒切记学会中和 知道以免身体不适 要去湿也能按压小腿上风龙穴 或脚背上太冲穴 每回湿到15分钟 饮食上也要多补充红色食物 例如番茄荔枝 因为汗中医讲就是流汗的时候 这个液体就好像是一个心 心脏的一个液体会怎么 流汗流太多 它就会真的跑出去 所以心气心血就会不足 至于睡眠作息 从盲重开始 顺应夜短 骤肠季节特征 对身体有益 早起 但是可能稍微晚睡一点 但是我们晚睡也不要超过11点 也特别提醒部分民众 此时会有空调症后群 也就是俗称冷气病 发生水肿 全身骨痛或头晕头痛 建议室内外温差最多3到5度 最好也采取分段进出冷气房 让身体适应 因为夏天是中医理论中 调整体质最佳时机 做对方法健康四季 报道 而延年夏日很容易逼出汗水 但如果散发异味的话 就可能会影响到日常生活 医师就指出了 其实胡臭不是疾病 它只是一种特殊的体位 不过许多人都说 已经造成社交困扰了 而针对多汗症还有胡臭呢 除了手术之外 也可以利用止汗剂 方香剂等等 来减少汗液 另外少吃辛辣油炸的食物 也可以减少体位 夏季到了 不少人就会有体位比较重的困扰 甚至出现酸臭味 只要一流汗就会感到很尴尬 也导致社交上的困境 在医师的建议下 进行微波照射 破坏大汗线减少汗水 异味 然后会有味道嘛 然后你如果室内的话 跟一些同事在同事旁边 其实会比较会不好意思 因为其他人也会闻到 小汗线的酸臭味 那我们要减少这个味道的话 就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个是减少体表汗液的堆积 另外一个就是减少体表细菌的量 胡臭其实是一种体质的遗传 日本研究指出 有胡臭的人98%会有失年性耳垢 可以借由耳垢的干湿来做自我检测 而针对汗症与胡臭 医师也有方法 针对多汗症跟胡臭 在传统的话是可以先用一些止汗剂跟芳香剂 那止汗剂的话 其实会建议含有氯化铝的成分来减少汗液 然后芳香剂的话会建议就是可以涂一些含有抗菌成分的 可以减少那些臭味的产生 不过民众就要小心 可能会有一些有些人会过敏 或者说有一些刺激性皮肤炎 那再来就是还可以进阶的话 是吃一些口服的药 那这几年新的方法 就是在没有制造伤口的情况下 就能够提供治疗方式 不效又没有后遗症 医师提醒最好减少吃刺激辛辣与辛香料 或油炸食物等减少体胃产生 保安新闻综合报导 白内障不再只是老年人的疾病了 因为最近研究就发现 白内障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甚至出现了3C型的白内障 因为眼睛长期看手机 电脑荧幕接触蓝光 所以20岁30岁呢 就会发生水晶体老化的现象 这让视力会变模糊 所以医师就建议 如果出现了胃光 视力减弱的状况 都要及时做检查 滑手机看电脑 现代人每天接触3C产品 蓝光刺激眼睛 就会造成水晶体退化 如果发现视力越来越模糊 就有可能是得了白内障 现在已经不只是 五六十岁的专利 近期研究发现 白内障有年轻化的趋势 如果你长期接触蓝光 它有可能因为蓝光的刺激 引起我们水晶体 比较早产生浑浊的状况 那就会引起白内障 白内障的学名 其实是老年性白内障 由于水晶体老化后 会由透明变成浑浊 原本号发的年龄 是六十岁以上 但近期却出现 三C白内障 二十到三十岁都有可能罹患 除了高度近视 暴露在蓝光和紫外线下 都会加速水晶体老化 甚至近期有七十岁个案 出现黑内障 不及时手术还可能导致失明 白内障如果它非常非常的成熟 我们在显微镜检查下 会发现它的颜色 非常的黑 非常的暗 所以就是在形态上 会帮它取名叫黑内障 医师就表示 预防白内障 其实从年轻就要做起 像是减少接触蓝光 墙子外线的户外活动 就要戴抗UV的眼镜 另外吃鱼油 燕黄素和富含 胡萝卜素的保健食品 都能够有效预防白内障 维持眼睛健康 并定期做检查 让灵魂之窗看得更长远 拔血灵文张凯一 台北仓报导 艺人大S曾经在节目中自爆 为了美白 他曾经赌上性命 尝试服用抗凝血药 因为脸色会惨白 达到美白效果 不过副作用就是血液不易凝固 实际呢也询问了专业的医师 医师就表示并没有听过 这样的美白效果 另外他们也提醒了 如果严重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内出血 我姐是一个很喜欢 待在家里的网购 欧巴居俊叶上节目爆料 平时和大S许希元的相处 说他身体虚弱 虽然大家不以为意 但是网友齐底大S的保养室 要求极高的他 竟然曾经为了美白 冒风险服药 其实抗凝血剂 它本身的作用就是致病 可是抗凝血剂 它的副作用就是 让你的皮肤会变得很惨白 我只要听到白这个字我就吃 此话一出 吓坏在场所有人 因为抗凝血药物 可不能随便乱吃 主要是给预防中风 或是心律不整 还有静脉血栓等患者 可以延缓凝血功能 避免血栓 医师就打脸 根本不能用来美白 而且不遵从医主服用 反而容易造成大出血 其实在使用抗凝血剂的时候 可能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不是 需要使用到抗凝血 适应这些人 我就建议不要使用 做一些传统的手术 小手术的时候 医师都会要求 如果服用抗凝血剂的患者 必须要停药 以免在手术当中 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 初学的副作用 因为服用后 血液就不容易凝固 只要有受伤 或是磕蹦到 就很容易瘀青 或是血流不止 像是拔牙等等 手术前都必须要停药 另外像是富含 维他命K的 深绿色青菜 都会减入药效 但是中医 或帮助血液循环的食材 更是不能够多吃 不然就有可能造成大出血 DICE曾经讲过的 错误示范被挖出 医师也提醒 千万不能轻易模仿 巴拉西文终合报道 骨质疏松的人 越来越多了 不过存骨本 真的要从年轻开始 台大骨科医师就指出 最好35岁之前 就要存骨本 多晒一晒太阳 让身体呢 有足够的 维他命D 以及钙质 另外也可以多做 负重的运动 这样就可以拉高骨质密度 年纪大 就不会流失骨本 脊椎臀部熊丸等经常骨折 导致无法行走或爬楼梯 可能是因为骨质疏松 不只影响生活品质 一年内死亡率更高达20% 正常老化过程中 大约从35岁开始 随着年龄的增长 骨质会开始流失 因此了解自身的骨质密度 来预防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它是一个没有症状的疾病 民众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疼痛 等到发现的时候 常常都已经是骨折之后才发现 根据统计 大约三分之一的台湾妇女 在一生中会发生一次脊椎体 宽部或晚部的骨折 男生则大约有五分之一的风险 因此如何增加骨密度也是关键 单纯靠营养补充 通常骨密度是无法上升的 顶多就延缓它流失这样 可是在骨松的患者上 维他命D跟钙的补到足够是必须的 去健身房做一些重训或是跑步 或是你身体维持在一些 像登阶或是太极 就是身体一直有维持到负重的情况下 骨质才比较容易流住或是流失减慢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 可依据临床病史证时为低创伤型骨折 或依据骨质密度T值小于 或等于负2.5来判定 而骨质密度的测定 则以中轴型的双能量X光吸收仪 DEXA为黄金诊断标准 且应测量腰椎及宽骨两个部位 医师指出骨质密度检测的意义 在于定期观察骨质流失状况 每两到三年定期安排骨质密度检测 若发现流失速度异常快速 因留意是否因为代谢或内分泌疾病引起 即使没有骨质疏松 也要高度重视保健 避免措施顾骨隔黄金期 保安新闻综合报导 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小楼档哦